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鹿的花园 我们自己设计和打造了这个花园 这里面融入了很多东西方文化的一些花园设计理念 所以说你可以看见很多像是风水五行的一些因素 在这个花园里面你可以找得到 所以说来,让我带你来看看 这是小鹿的花园 大家好,大家来看看我的玉金香 玉金香在密西根开春的时间早春开花 一般在五月初的时候玉金香就会开始开花 开花的时间大概就两个星期 这一朵是很传统的玉金香 大家看一下红色和黄色的 特别传统的玉金香 特别美丽娇艳 这个玉金香是我去年才种下的 这个玉金香是个新品种 它是腹瓣 并且你看它的花头是圆的 而不是椭圆形的 这个花型特别像牡丹的花型 很多层 这是去年种下的 然后今年呢,去年秋天种的 所以今年是它第一次开花 而这些传统的玉金香 这个椭圆形是我去前年种的 这里呢,这个是真正的是牡丹花的叶子 在旁边是牡丹花的叶子 所以看一下 这个是新的品种 这个玉金香 这个新品种 它的花期还比传统的要长一点点 这个呢,是我的这个牡丹花叶子 我摘了第三年了 终于看到花苞了 这个是 还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玉金香 还有这里可以看到 我有玉金香已经受这个 突然降温的 这个受到了破坏 这个花苞已经彻底的完了 根本不可能开花了 所以说呢,只能放弃这一块了 这个因为我们这几天 有几天的时间突然降温 到零下几度出现了这个霜打这些花 所以说很多花苞呢,都枯萎了 这个是新的品种去年栽的这个水仙花 你看它跟传统的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是水仙花 今年我水仙花有八个品种 特别多 这个新的品种看一下 这个是两年前栽的 这个是附色的两个颜色 你看这个黄色的特别好看 因为它的边边上有那个红色 这个是今年特别的颜色 这个是紫色的特别喜欢 它的颜色特别的 你看花瓣也很丰厚 并且的话特别颜色特别的浓 特别的好看 这个就是很有这个贵族风范的紫色 这个是今年才发现的 才有的 这个鱼茎香呢是最早开花的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败了 这个还是水仙花 看一下 这个副瓣的鱼茎香也是去年种的 去年秋天的种的 然后今年就开了花 再看一下 鱼茎香呢是一个很漂亮的花 开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鱼茎香是找出花 最早就是 当你原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鱼茎香就开始发芽 和水仙呢基本上是同时出现 鱼茎香比较娇贵一点 因为呢 鱼茎香容易受这个野生露的袭击 因为野生露呢很喜欢鱼茎香 他认为他们好像对于这个鱼茎香 他们认为是 像对他们来说是糖果一样 所以说对刚刚发芽的时候 正好还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冬季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鱼茎香 不要让鹿子吃了你的这个花 或者叶 要不然你就根本就没有开花的机会了 所以我的办法呢就是撒辣椒面 和撒这个蒜粉 在超市里买的一块钱一瓶 就在那个沃尔玛买 然后你就可以堆上水 或者堆上牛奶 这些就撒在上面 鹿子就不会吃的 因为那个味道很嗆它 它不喜欢吃 但是水仙花就好多了 水仙花鹿子是不会碰的 因为水仙对它们来说有毒 也不是很好吃 好了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小鹿的花园